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剪掉它的反叙数 那就是反过来的C B A 要求这个X得是四个倍数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想一想了 A B C这个数是可以用位置原理把它拆开的 变成百位上是A 十位B 个位C 也就是100A 加上10B 加上C 这是第一个 剪掉第二个呢 就是100C 加上10B 加上A 而两个式子做一下整理 会发现10B和10B就抵消了 100A 减一个A 那就是99A 而一个C 减100个C 是减99C 也就是这个结果应该是99倍的A减C 而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99倍的A减C得是四的倍数 那同学们想 99乘一个数是四的倍数 因为99和4啊 它是互质的 那你会发现99乘谁能是四的倍数呢 显然只能乘一个四的倍数 但是A和C是不能相等的 不然减完了X是0呢 而题目当中说的是X大于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A减C不能是0 那只能是4或者是8 而没有其他的情况了 因为两个都是数字在做减法 好了 那说到了这儿 我们就来想一想呗 A和C A是大的 C是小的 要想X是4能是谁 可以是9和5就是X是4的 可以是8和4 7和3 6和2 5和1 这种都是X14 而由于正式数和反式数都是三位数 所以A或者是C位于首位都不能为0 那就不能出现4-0的情况 这呢去差为4的 而差为8的只有一组 就是9-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ABC的三位数来讲 它的首位和个位其实只有这六种情况 而中间的10位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被减消了 所以中间的B取谁都是可以 那也就是9多少5中间这个数是可以填0到9的 从905到995都可以 所以有10种选择 同样的道理 8-4中间也会有10种选择 那么这六类当中每一类都有10种选择 那最后呢 自然就是6乘取的 没有10种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呢 设原三位数是ABC 反式数是CBA 做完减法之后 整理得99倍的A-C 那么A-C就是4或者是8 A和C的取值一共有6组 中间数可以有10个选择 所以最后一共有60个烂足条件的数了 在这道题当中 我们虽然是用加成原理来算的最后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这道题的本质是一道数的问题 因为他必须要用到这种数论的特征 而这也是我们在高年级考试当中 特别常见的一点 那就是跟数论知识相结合 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讲 要想在考试或者是杯赛当中取得高分 你就不只是一个方向的基础要打加实 还要把不同方向的知识能够连续起来才可以了 好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道题目了 一个至少两位的数 如果满足高位数高数位上的数字呢 总大于低数位上的数字 几个例子 七三二八五四二一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数称为下降数 问下降数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偶数呢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办法了 比如说有同学会想 那我能不能把所有的下降数都找到 最后除以二就OK了呢 你看看 你不是求下降数当中有多少个偶数吗 那下降数不也有可能是奇数结尾的吗 所以既可能是偶数 也可能是奇数 那我直接除以二就OK了 那在这儿 宅老师要纠正你这小小的问题哦 什么情况下才能除以二呢 那么简单粗暴 那只能是一种情况 就是基数的个数和偶数的个数 确实是相等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相等的吗 你能证明它相等吗 你会发现如果偶数结尾 比如说如果以零来结尾的话 那么前面可以是987654320 这个数是最多会有十位的 但是如果是你一结尾 顶多是987654321 顶多是九位 所以这种它并不是一一相对应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你就不能简单的除以二这样去处理的 那不能这样我又怎么办呢 你又要求它还是个偶数 哎说到了这 马上会讲了 既然要求是偶数 那我就考虑呗 偶数看谁呀 不就看各位吗 那各位只能是02468的 那我就想 如果它的个位为0会怎么样 如果个位是2141618 我把这几类都一一的算出来 加在一起不就OK了吗 这种方法行不行呢 那当然没问题了 一共就这么几类呀 你也找不出其他结尾的 对不对 而且这每类之间肯定是不重复的 好了 那下面就要想了 如果这个数是以0结尾的下降数 那这个数应该什么样呢 有同学说 这我也不知道呀 那太多了吧 比如说10就是 那再比如说410也是 什么600 620010也是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下降数有两位的 有三位的 有四位的 是不是有很多情况 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同学们想 既然是下降数 就因为这0前年的数的顺序 是确定的 对不对 而这其实就是我们组合里面的定序问题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先要解决一个事 那就是0前面有谁呢 0前面有几个数呢 如果0前面有一个数 我们怎么办 0前面有两个数 怎么办 三个数 四个数 五个数 等等等等 那这时候同学们想 0前面如果有一个数 这一个数能是谁呢 肯定是1到9当中谁都行 对不对 所以方法就是 C91这么多种了 也就是9种 而如果它前面有两个 那就意味着 我需要从1到9这9个数当中 选两个数出来 而当你选好了这两个数 它的排列方式就是唯一的 因为只能大数在前 小数在后 同样的道理 我还可以从这9个数里面 选三个数出来 我还可以从9个数里面 选四个选五个 一直到把9个数都选了 那这个加在一起 不就是最后的结果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 但是在这儿啊 C91 C92可能还好算一点 但是越往后算 这个数太多了吧 这才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这个方法我虽然能算 但是算起来 计算量稍稍有一点点 那下面的问题就是 那我不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吗 那同学们想 其实这就跟排列组合有关系了 如果同学们以前的课程基础 学的特别加实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 你应该能够记起来 一个小小的排列组合的工序 那就是C0加C1加C2 一直加到C2等于2的n次方 所以这个数呢 补上一个C90就变成2的9次方 而C90等于1 去掉就OK了 那如果不记得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推倒一遍 同学们来想一想 这个式子就意味着选一个选两个 选三个选四个 从选几个来入手的 对不对 那我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想 0前面反正得割数嘛 那我能割谁呢 现在这1到9这9个数 心里就开始打小鼓了 1就想我去还是不去呢 如果我去我可能就站在前面 没有别的位置可选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1来讲 他会有去或不去两种选择 当1选完了之后 2也可以 也要心里打小鼓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如果去我肯定站在 如果有1 我就站在1后面 没1我就站在0后面 所以对于2来讲 他的位置也确定了 所以2只有去或不去 两种选择 同样的道理 3 4 5 6 7 8 9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选择 那也就是最后一共会有9个2 1到9各选择一次 所以应该有2的9次方种选择方式 但是要注意 2的9次方算完的结果呀 应该是512 可是刚刚你的C91到C99 算完的结果应该是511 为什么会差这个1 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大家商量好了 1学个不去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0前面就没有人了 那这个数就变成了0 而我们要求下降数 要是至少两位的 所以都不去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是512 要减掉那个都不去的1 怎么样 这个算法 可就比刚才算C级级 要简单很多 对不对 所以一方面 我们可以从位置来想 这个位置应该排谁呢 而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从元素来想 这个元素 我到底要去 还是不去呢 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会有两种不同的 劣势方式 当然了 结果一样 但是过程略有不同 好了 这是0的 我们发现 以0结尾的 应该一共有511个 512解1 那以2结尾的呢 那这时候会发现 如果以2为结尾 那前面怎么是谁 3456789 前面应该有7个数字可选 这7个数字都可以选 选去或不去 但是要去掉 大家都不去的一种情况 那同样 如果是4结尾 前面可以是56789 有5个数字 那最后就是2的5次方减1 而以6结尾前面是789 有2的3次方减1 而以8结尾前面只能是9 一种方式 或者用2的1次方减1都可以 所以这些加在一起 就是总共一共有多少种方式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个位只能是02468 个位是0 511 个位是2 那就是127 个位是4 是31 个位是67 然后个位是8 一种 所以加在一起 一共677种了 在这道题里面 我们其实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分类讨论 对于很多题目来讲 一成道理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学会分类讨论 就成为能否正确解决这道题的关键了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了 一个七位数 其数法呢 只能为1或3 也就是这七位数当中的每一位上 要不然是1 要不然是3 而且5两个3是相拟的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3和3 肯定都是不挨着的 问这样的七位数 一共有多少个呢 那这时候 3和3不挨着 哎 有同学说了 那简单呢 我就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 然后把3挨着的 就再去掉 不就行了吗 思路是可取的 但是这时候你要想啊 我们什么时候用反面排除的 这种排除法来解决问题呢 那就是正面做比较困难的时候 反面做很容易的就把它扔掉了 那此时你想 这个你要想扔掉 真的很容易吗 那你得考虑了 这个3到底有几个呢 如果有两个 它挨着好减掉 如果有三个 那有可能是三个三全挨着 还有可能三个三当中 两个挨着一个不挨着 那如果要四个三呢 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要如何解决呢 从反面来做发现 好吧 好像也挺难的 那怎么办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 正面去进攻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攻下来呗 其实从刚才的分析当中 同学们也发现了 反正的情况不好考虑 那我就考虑正面呗 那正面一样的考虑 它的组成是什么呀 这个七位数的每一位 都是一或三 而有要求的是三 对不对 那三可能有几个呢 最简单的情况 那就是一个三都没有 这种太简单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种情况 也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数是没有三的 零个三 那说明这个七位数的 每一位上都是一 那自然没有三相离 而这种数只有一个 接着来一下 这个数还有可能是 一个三 六个二 对不对 六个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数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那三和三也不挨着 那这个三 自己可以为一个七位数当中的 每一位上都可以 所以很显然 它应该有七个 接着 就是如果有两个三 然后有五个一 那么三和三就不能挨着 这时候就要考虑一下同学们了 当这个数 谁和谁都不能挨着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办法 那就是插框法 让这个不能挨着 先一边去 然后让这些没有要求的 先排队 那在这里面 就是先把五个一排好 一二三四五 五个一排好了 那三往里放 但能放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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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一会形成六个空档 加上两边 一共六个空 这六个空当中 随便选两个位置放三 是不是都是满足要求的 而且三和三是没有顺序的 所以用的是C 而不是A 也就是用组合 而不用排列 那我从这六个里面选两个 应该有多少种方法 那就是C 六 二种方法 所以怎么样 你看看 这个用叉控法 就很容易把它解决掉 所以六二算出来 是六乘五 除以二乘一 应该一共有十五个 那接着再想 如果现在是三个三 四个一 一二三四 所形成的空档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空档 我要在其中放三个三 那就应该是C 五三 五乘四乘三 除以三乘二乘一 那么最后的结果 应该等于十个 接着 如果是四个三 三个一 会怎样呢 一二三 一二三四 四个空 四个框放四个三 这是唯一的 所以此时就是一种 或者直接用C次次表示 也可以 这是四个三 三个一 那有没有可能是五个三 两个一呢 这时候你发现的是不可能的 两个一是不可能打五个三 把它们各自都分开的 对不对 一定会有三相连 所以再往后的情况就没有了 一共只有这一二三四五五种情况 而这五种情况当中又没有重叠 所以这五种情况的总和就是最后的答案 而最后一步我们所用到的就是加法原理 好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析过程 如果是七个一 那就是一种 六个一是七种 五个一是十五种 四个一十种 三个一一种 所以最后加在一起 就是这道具正确的答案了 在这儿其实我们所用的仍然是分类讨论的私下 正面这一反面进攻不行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分类讨论吧 关键就是你要抓住这个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是用三的格数来进行分类的 同学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我用一的格数来进行分类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同的分类标准 但是都要满足意见 就是一所分的类当中一定是不穷也不漏的